时间和立法 我们来看看地平坐标系 非常重要的概念 上堂课我跟大家说过了 早期的人以为人是宇宙的中心 人的思维主在一切 是吧 好 以你为中心 以无穷大为半径 做一个大球 叫什么 天球 然后把这天球的地球上的南极北极 无限延伸 戳到了天球 那就是天球北极和天球南极 刚才我说了地球是中心啊 那么太阳怎么办呢 太阳当然闹着地球转了 太阳在哪里闹地球转 在天球上闹着地球转 所以太阳在天球上面运转 画出的轨迹 我们定义为黄道 黄道就是以地球为中心的 天球下面的 画出的轨迹 大家知道 黄道极热 对不对 黄道极热就是指这个东西 这是地球的尺道 无限放大以后投射到天球上的 叫做天球尺道 我们上面著名了一个点 譬如说春风 天空上定义的春风怎么定义的 看清楚啊 太阳在天球尺道上运动 从天球尺道的下方 穿过天球尺道 到达天球尺道的上方 与天球尺道的焦点的位置 定义为春风 对应点就是秋风 这是天文学上定义的 二十四个节气 那么二十四个节气呢 我在这里再跟大家解释一下 有的同学要问了 二十四个节气 你定义春风点和秋风点够了吗 告诉大家够了 两个点怎么够 二十四个节气呢 剩下的叫一风为二 春风秋风之间的黄道 一风为二 终点冬至 上面夏子几个了 四个 四个 那我再一风为二 一来又加四个 对不对 八个了吧 我这里面再加一刀 这里面再加一个 八个八个八个三八二十四 就这样来的 并且你要看老黄列 你会知道 每一个节气的时间 老黄列上面前 几时几分几秒 为什么 天风学上可以算出来的 知道吧 就是这样的 二十四个节气 就这样定义下来了 黄道上面有十二个星座 但是这个黄道的十二星座 有的人认为 可能影响到你将来的命运 因为早期啊 这是叫占星数家 叫astrology astrology 只要改一个单词 改成astronoman 就是天文学家 也就是说天文学家来源于 是吧 占星数家 是吧 黄道的十二星座 我们的出生时的星座 到底是不是跟我们的性格 将来的命运有关系呢 我告诉大家一件事情 这个出生时候的天球 对应的十二星座 并不是不在 一直是保持这个星座 随着时间的推移 我们这个天节 指向天球的位置 在发生变化 这叫地轴的静动 知道就行 好 我们来看看第三个问题 时间 包括时刻和时段 这个东西就很简单 我们在这里就不说了 时间的计量 我刚才说了 时间是通过测量脉冲心来确定的 我们作为一个基本的计量 它必须满足周期性 稳定性 可持性 恒星热 定义天球四转一圈 一周围一个恒星热 四转 看起来 不是自转的意思 看起来转动一周 就是一个恒星热 这个恒星热非常不稳定 我们后来定义了一个新的时间热 真太阳 太阳中心连续经过上中天的时间间隔 平太阳 假象的辅助点 它用来代替真太阳 因为真太阳在不同季节 它有所差距 它的真太阳热 时间长度不一样 我们定义的平太阳 在天球尺道上运动 运动的速度 等于真太阳 黄道运动的平均速度 这样一来 我们就定义了现在的24小时 是吧 世界时和地方时 这个国际日期变更线 大家知道就行了 立法 以言与乐计算的单位 为计算计时单位 按一定的法则组成的立法 是吧 我们现在用的功力 是凯撒大帝 他授权发布的 一直到现在 一直沿用到现在 当然我们说我们自己也有民间的浓烈 是吧 但浓烈的话呢 随着季节的推移 它会带来一些问题 是吧 好了 好了 我们再来看看甘季祭司和所像 这个东西呢 也是中国的一种传统的文化 是吧 每个人我们知道有一个所像 就没有其他更多的意义 周 所谓的周 就是古代的欧洲人认为 以地球为中心的时候 由地球向外 依次是欲求 水星 金星 太阳 火星 墨星和土星 七大天体 是吧 现在想想看 这很可怕 就算太阳还在火星里面 是吧 这是非常荒唐的一件事情 当时能认识到这样 已经是很不容易了 我们下期见